韩律师 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申请保护令 那我自己会觉得 申请这些保护令背后的目的 应该就是为了要获得侵权 是 那这是有两种层次来说 那如果是 其实说真的 申请保护令 我觉得个人在事务上遇到最担忧的 是对方因为知道你申请保护令通过之后 对方如果真的是有家暴习惯的人 他没有病逝感的时候 他反而会把他的危险 更加的暴力 对危险层级会更升高 我们就有遇过妈妈被核发保护令了以后 就说可恶啊 你居然对我核发保护令没有关系 我迟到有一天会带着孩子一起去死 但我相信这是一句气话 但是问题是这句讲下又被人家录到 然后对方一录到之后 又把这个又再加强在他保护令案件里面 那所以 其实保护令申请下来之后 因为他不是一个刑事案件 会让对方抓去关 甚至一般的保护令 如果只是伤害案件的话 如果是以保护令伤害案件 连我甚至我都会觉得说没关系啊 伤害让他告啊 大不了就是罚钱而已啊 但是你既然不爽就揍一顿好了 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不会被抓去关的情况之下 你申请保护令其实对方被激怒的成分会非常高 那对方跟你的关系会变成完全的敌对 那这样小孩子好吗 会是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很多人申请保护令是为了要 依照家暴法43条规定 然后来推定对方不试任侵权 然后取得这个自己的侵权好了 那你就算取得了侵权 你还是要有义务让对方跟小孩子会面交往跟接触 那问题是你跟对方关系已经变这样敌对了 那小孩子卡在中间这样好吗 那而且其实如果啊 凭心而论对方到底是不是一个家暴的患者 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暴力倾向的人 其实我们自己被害的人其实最清楚 那所以你到底是取得保护令是为了要取得这个侵权 还是你要取得保护令是真的希望对方可以 就是有一条线让他比较安全 这是你要想清楚的 但不过以前新北地方法院有一个法官 他现在已经调走 他讲得很好 他说我觉得保护令没什么用 因为保护令下来之后 大家生活还是各国各的 可是我会核发保护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我希望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 中间有一条隐藏版的界线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界线是存在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吵了 那所以法官也说也不一定 虽然法律上推定说对方可能不试任侵权 可是我也不会因为对方被发了保护令之后 百分之百就认为单独监护是给妈妈 我还是会看具体的事实 因为爸爸的保护令发给的原因背后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天讨论到的就是可能妈妈故意激怒他 爸爸说不定连出手都没有只是骂说 你再怎么样的话我就揍人 这样的情况 所以法官说他还是会按照具体的事证来判断 但是他保护令发下去的目的是希望双方不要再吵了 先到这里先把情绪知道说 现在有一条线在这里 然后大家不要跨过去 只要不要跨过去拉回来谈都好谈 那当然那个蛮多 因为法条明文规定嘛 所以蛮多人会想说那我还是试试看 歪个洞给对方跳 然后去申请这保护令看看会不会过 那就回归到我们一开始谈的就是为什么你会被发保护令通过 那你知道对方跟你有冲突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就要先学会自保 你知道对方跟你有冲突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要控制你的情绪管理 为什么我都不会被挖洞跳 为什么你就会 那这个时候你要调整一下 尤其是整个那个家事事件快要开始的时候 你稍微觉得差不多要进法院了 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就应该要学会自保了 从那个时候就要开始 不是说那时候我被申请了 我收到法院开提通知就来不及了 那个洞都已经挖好了 因为现行这个实力来看 真的你拿到了保护令 好像拿那个上方保健一样 是啊是啊对所以从一开始 你觉得有冲突的时候 你教学会自保了 你等到后来再来做这些事后弥补都没什么用 但是事实上比如说我们自己案件当事人的话 有的时候坦白说我自己也是要自首 那做一个自首的孩子 就是说我们呢也会在 真的是有这个sense的当事人 他在提出诉讼之前先来咨询的时候 律师就会建议他说请你在身上装一录器或监视器了 不宜再继续这样下去 那他就说可是我这样录好吗 我说我跟你讲 你身上放一个监视器或录音笔 你除了录别人会被骂你或攻击你之外 其实你是在提醒你自己不要打人 你在提醒你自己说你有录音 你也不要去口出而言 其实很奇怪的是本来大家会吵架 自己先生可能会口出而言的人 但是因为知道自己身上有录音笔 就没有在口出而言 这是一个优势 对 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关于保护令 安置计划 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呢 在关系里头或者走出关系的时候 都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是是是 为什么你就会被挖洞给别人跳 这件事你就要检讨 对 先检讨自己才能够百战百胜 知己知彼 没错也希望可以杜绝暴力 有什么事情好好谈 是是是 естно 有点 在几多观